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欢迎收看股市张国策 我是吴雷光 今天我们的大盘呢 债创新高 差了6点来21000点 但是这些都 没什么可惜的事情 但是可惜的是什么 可惜的是当我跟各位报告 19308是我的看法 它是一个低点 你相信吗 我们来看这个地方 今天的台股呢 开低走高 然后最高来到了20994 那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我相信这个地方今天来讲的话 这台股一个历史的新高点 但它绝对不会是天花板 绝对不会是天花板 所以后面多头的实际点还是很长的 我们也是要随时注意 更要注意的是财业跟个股 但是呢环境呢各位 环境呢 这个是4月19号 这是我们台股的4月19号 在这个地方最低跌到19291 从前面念也是19291 从后面念起来也是19291 各位如果可以知道说环境从那一天的那一个位阶的那一个指数点位 开始做一个多头的反弹的时候 当你知道这个确切答案 请问你会不会全力做多 甚至资金用的更多更大 对不对 那如果说每天你都是在于一个怀疑恐慌 或者是等到你认为可以做多的时候 在做开始 可能都来不及了 可能都来不及了 这就是专业 这就是专业 就像我在节目上4月16号 我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黄金买点请大家留赖上来或者打电话进来问我 那投资朋友你们留赖上来 当然我都很高兴 我也很快的 这个是在隔天早上 隔天早上6点多我就回他了 黄金买点台股19308左右 我看的19308跟台股跌到19291 只差了17点 只差了17点 那难道你留赖进来的时候 得到这个答案 结果你看到奇怪 雷宽老师不是说19308吗 怎么又跌下去了 各位跌下去又如何呢 19291各位 收盘的时候都19527了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想呢 收盘是19527了 那雷宽老师既然讲到19308 这个地方又多了一两百点 应该没有错的 你应该要这样子想才可以啊 对不对 好那这个时候呢 不管我在节目上或者在line上面 或者在电话跟你做互动的时候 都有跟你讲 散热还有就是AI方面 AI方面COAS 对不对 我都跟你讲 我也在节目上做这些股票的多头给你看 对不对 不管是旺锡 不管是旗宏 都是一样 那5月 各位 5月9号的时候 这是我的节目哦 我的节目测标写 AIPC 宏基华硕 当你那天看我的节目看到这个测标的时候 你相信多少 这个才是我关心的 不然的话我研究 研究了这些专业的答案 在节目上跟各位做一个说明报告互动 如果你都不相信我 会不会可惜了看了这个节目 会不会可惜了你应该去做一个获利的动作而没有获利的 如果5月9号你相信我 你今天一定是赚到一根涨停板 各位 我们看这里 各位现在看到是华硕 昨天收盘466 开盘510 最低还有来到495.5 然后就一路拉抬 涨停板哦 那今天的512 是华硕的什么样的概念呢 是它的一个创新高的概念 各位 5月9号在这里哦 5月9号在这里 然后5月10号 5月10号 5月13号 这两天都有足够的范围 漂亮的股价 让你去买 前提是 相不相信累光老师 1月2号我跟各位报告 COAS 如果没有一开始做 后面都只有看它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没有回头过 没有回头 没有回头过 拉回休息 第二个买点 第三个买点 每一个买点我都跟各位讲 现在是买点 现在是买点 那5月9号 我相信 AIPC方面 不管是 宏基 不管是华硕 那大家 甚至在节目 我也跟各位报告 现在的华硕 你就是把它当 把它看成是 AIPC 先不要把它当作是AI server 就把它当作一个AIPC 但是各位 你相信吗 在5月9号之前 1月2号 我们2024年台股开红盘的第一天 早上9点钟 我卖了两档股票 你可以去调1月2号的节目书来看 一开场白 我的简讯就是卖什么 卖华硕 就是卖宏基 我们看这个地方 今天华硕创新高 5月14号 5月14号 好各位 这个就是专业 这个是去年12月29号 封关那一天 封关的当天 我先跟我的会员讲 华硕获利出厂一半 挂497 然后跟会员讲 宏基获利出厂一半 挂54.8 这个是封关那一天 12月29号 这个是2024年的1月2号开红盘 上午9点钟 各位 上午9点钟 上午9点钟 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字要打多快 各位了解吗 那为什么我急着在9点钟 开盘我就把它卖掉 开盘就卖掉哦 各位 为什么 因为我判断 它会被拉回 我判断它会被拉回 所以各位 看一下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个地方各位 我尽量把它说在一起 你们就会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是华硕 112年12月29号 最高499 最高499 我挂497把它卖掉 那1月2号呢 这个是2024年 113年的1月2号哦 开盘是494哦 最高到498 如果说你没有在 开盘就把它卖掉 你一定卖不到494 那你开盘就卖掉的话 你可以卖在495 496 497 甚至498 所以呢 在1月2号的时候 华硕这个地方把它卖掉 这个地方把它卖掉 各位 后面就一路跌下来哦 就一路跌下来哦 你现在看的这张 这个字卡 跟我在1月2号摆的那张字卡 是一模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我的资料都很珍贵 每一张我都把它留起来 最重要的是 我都还知道 它放在哪里 所以今天呢 就是我再把我这个 字卡拿出来 要跟各位报告什么 要跟各位报告的是 我的专业 既然我可以在 1月2号9点就卖掉 那请问 我会不会看坏AIPC 不会 为什么 因为它是AI世界 我也跟各位报告过了 待会我再跟各位报告一次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不管是宏基 从12月15号 一路涨上来 好 华硕也是一样 从12月15号 一路涨上来 然后呢 被拉回的时候 各位 重点来了 1月26号 1月26号 这个是1月26号的字卡哦 会员买进 那请问1月26号 我看到了什么 那这一次的华硕 在什么的位阶 又是一个最好的买点 今天跟各位一起分享 我们看这里 各位 这个是1月26号 各位先看113年1月26号 这个地方是最高453 最低是436 看这边的股价就可以知道了 这个是1月26号的字卡哦 1月26号 带会员买进的字卡哦 各位 在这个地方买进 隔天稍作拉回动作 但没有拉多少 1月26的最低 436.5 1月29 星期一 最低是436 没有差多少 所以这两天 你某一天进场 都是OK的哦 那进场之后呢 就一路上来 就一路上来 然后到了488 做一个停力的动作 再被拉回 好 假设 再被拉回的时候 到底它的K线 要长什么样子 才是买点 是不是要面临 再一次的专业 各位看这里 请问1月26号 这根黑黑够不够长 这根够不够长 3月18号 这根够不够长 够不够 然后呢 这个地方 4月23号 各位 这个是4月19号哦 这个是4月19号 最低407哦 那请问 在这个地方来讲 4月19号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那个我们的大盘 就是19308 自我判断的一个位阶 是可以买进的 是可以买进的 不然怎么叫做黄金买点 那今天 今天创下的 我们的台股历史新高 你可以否决 19308 4月19号的那一天 不是黄金买点吗 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不对 绝对是黄金买点 但是对于大盘 有没有差距很大 没有 只差了17点而已 只差了17点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 各位 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甚至在5月9号 我也跟各位报告 我也跟各位报告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要跟谁报告 我当然是要跟我的会员报告 我相信目前在市场上 大概只有脸光老师 多空都做 多空都做 多空都赚 对不对 很明显的在节目上 我就把我的讯息 跟各位做一个报告动作了 那我凭什么 做这些动作 我凭什么 当然是凭我的专业 我知道他的支撑 我知道他的压力 那这个时候 我会不会去期待什么 不会 支撑到了 我就是进场 我也不会去衡量说 假设再跌怎么办 那压力到了 一样 就是获利了结 我也不会去想说 假设我卖掉 再继续涨怎么办 不会 很多股票在我的手上 做一个轮动的动作 我担心什么 我介意什么 我一点都不担心 也不介意 所以我敢在节目上 公开跟各位说明 我多空都做 而且我的讯息 都是跟各位做一个 一个看的 而不是我就拿一张 Apple纸张 然后上面只有一个 一个进出的资料 没有 各位看的是一连串的 一连串的 我发给会员的简讯 了解吗 所以在今年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报告什么 我做了一个整理 这个是什么时候 我跟大家报告了 这个是1月2号 今年2024年1月2号 我跟大家报告的 从前年的111年 11月25号 一直到去年的112年 12月29号 这个是属于AI世界 那在AI世界里面来讲的话 它已经走了这样子一个 一个多头趋势 那这边的多头趋势呢 是Chad GPT 然后被拉回到10月底的时候 这个时候谁接手 COVAC接手 COVAC接手 然后到了12月中旬的时候 谁继续做接手的动作 AIPC 那当然这个时间点的AIPC 就是我带着会员去做 宏记跟华硕的时候 那1月2号把它卖掉 就在节目上跟各位报告 报告什么 我说这个已经是 AI世界里面的走势图了 各位一定要相信它 所以呢 在整个的AI领域里面来讲的话 最重要的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了解 要知道新题材的发生 新题材的发生 昨天跟各位报告 SOIC 各位留来上来 雷工老师我听不懂 我不晓得该怎么说 我只梦寐问了一句话 那你相信我吗 相信 那就好了 就好了 我如果去把他的 什么基本面啊 财务报表拿来做分析 再跟你讲的话 你会更听不懂 会更听不懂 而且 那个数据 那个资讯 也不会去告诉你 某年某月某日 是支撑 或者是压力 那我在节目上告诉你说 它是一个支撑买点 它是一个压力的卖点 这就够了 这就够了 你要的不是这个吗 这是很简单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讲了那么多的一个叙述说明 我不是要去说服你 说现在有这么多的利多题材 那这档个股你要好好的去了解 各位 这样都落伍了 现在是一千八百档的股票耶 不是一百八十档 两百八十档 三百八十档耶 不是耶 现在这一千八百档耶 你想想看 如果每一家公司 不管上市上柜 都靠着 都靠着这些的资讯 它的股价就能够蓬勃发展 你还要衡量到什么 它有涨 可以涨多凶 那如果说它不涨呢 那怎么办 那这些利多题材又如何 所以说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看我的节目 你只要知道说 我想知道雷光老师的买点跟卖点 就够了 就够了 那剩下你如果真的想要买你手上的股票 那我也祝福你多赚一点钱 但是如果说你买的是我介绍的趋势题材 产业跟个股 我相信你会赚更多 而且是赚一整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就是一整年的领军产业 而不是某一个月涨特别多的 不是这个样子 它是一整年 所以说你可以赚的也就跟着很多 所以各位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一样新题材是最重要的 新题材是最重要的 好 那现在如果说你手上有AIPC的股票 不管是华硕啦 不管是宏基或者其他的 有这方面来讲的话 到底还有什么样的AIPC股票 是我们要去注意的 广告后 我再跟你说 到底有哪几个产业 我们进广告 陈禄布吴老师 提醒投资人 请注意以下三不要 一 不要在买东买西买股票 开闸货店毫无头绪 二 不要在道听途说 追勾股票 赚少赔多 三 不要不设停损 促进总统套房 现在就让这具专业的股市军师 带您掌握趋势题材 产业股票 低买高卖操作 赢得年度最大波段利润 您要赶骗马 现在立刻加入赢家专线 02 2752 5868 2752 5868 城东斗库 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城东斗库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库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昨天跟各位报告的SOIC 当然那个是有关于先进封装 先进封装 那当然先进封装里面呢 COAS是一个很重要题材 那2.5D跟3D 那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是处于2.5D的一个状况 状态之下 那后面一定会有3D的产生 但是后面如果有3D的产生 请问 假设 假设 AI COAS 有被拉回来的 有被拉回来的 那请问要不要注意 那当然要注意了 那现在目前要注意的是哪一档呢 那就要看你对于 AI 整个在高速运算这方面 高速跟高速晶片这方面 你了解到多少 那当然呢 第一个我们要想到的是谁 想到就是 之前的股王3661 我们看这里 今天4CNKY呢 它涨了 上涨了大概有7.5%左右 上涨了有 涨幅有7.5% 然后呢 最高是271 那成交也是 收盘在271 所以今天收盘就是今天的高点 但是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它从 3月4号 4565元 一路跌下来 你就必须要先衡量是 假设这档股票跌下来 它会跌到哪里 就算不是 100%的确切的那个数字 但是也要趋近于 否则的话 很多的一个 红K就把你骗进场了 或者是说你认为说 这个股价已经低了 已经够低了 我再做一个进场的动作 各位 从3月4号 3月4号跌到5月9号 2500点 这个地方跌了四成多 跌了四成多 所以3月4号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先判断出来 它会不会先跌两成 然后跌到三成 然后再跌到四成 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判断 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判断 而不是说今天跌的比较多 我就去做一个进场动作 不是这个样子 假设你有这样子一个条件的话 各位 我们看这里 5月6号的时候 先看这个地方好了 4月9号 我就在节目上跟大家讲 四星KY出厂了 5月6号 从4月9号一路跌 跌到5月6号 5月6号各位在这里 这个是5月6号 这个是四星KY的5月6号 最高还有3135 3135元 请问够不够低 4500 跌到3000多 够不够低 够低 至少跌了1000块 对不对 至少跌了1000块 好 那如果说3100的话 这个地方 假设在这个地方 你买进去 后面又跌下来了 那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5月9号 从最高2815 跌到250元 这个地方跌了315元 各位 我跟我的会员说什么 我跟我的会员说什么 这个是5月9号的简讯 3661四星KY终于在创新低 若禁于跌停附近 等我电话 通知回补 各位 5月9号的2500元 它的跌停板是2495元 差5块钱就跌停板 那它有没有到那个地方 没有 就在2500元 好 那既然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条件 请问我回补之后 我会做什么事 各位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那现在就从最低的2500 然后今天呢 到了271的高点 各位这个地方又涨了多少钱 271元 那在这个地方应该怎么做 应该怎么做 不管如何 现在的状况 就是获利 随时都要有一个获利出场 获利出场 不管是你是放空获利回补 或是做多直接停利出场 这些都要做一个获利的动作 而不是再去等 不是再去看 后面的事情 就算会涨上去如何 你手上只要能够出场 你是赚钱的 这才是最美好的事 这就是我告诉各位的 36G赚为上策 所以我希望各位什么 昨天跟各位报告的SOIC SOIC 各位你们就一定要 把这些的顺序都了解 了解之后 你就会得到里面的产业跟股票 那我在节目上讲的时候 我们会有共识 心有七七烟 你会赚钱的 我们明天见 是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如果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和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